各位外風的旅程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的塔羅物語的時候 再過幾天就是我們的七夕了 想到牛郎之女 他們的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他們就是一年只能見一次 這麼一樣的遠的距離 兩人還是如此的相愛 有沒有覺得很敬佩他們呢 看看你的感情是不是也像他們一樣呢 這樣子的感情會不會讓你想到 你們的感情是不是還要繼續拍拖下去 由左而右 從一到四想著 我們的愛情要繼續拍拖下去嗎 然後挑一張最讓你心動的一張牌 如果你是挑權杖三的 其實在這段感情之中 你對於你自己感情狀況 或者是你的人生 其實已經有了新的規劃 面對這個已經交往長久的人 其實你也覺得他人還不錯 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可是呢 因為時間久了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已經讓你搞不清楚 彼此之間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呢 還是親人的關係 那因為你對自己目前的感情狀況 其實有所想要改變 所以呢 你已經開始覺得有想要有不一樣的行動 甚至可能身邊也冒出了有更好的選擇 那目前的關係是不是 只是讓你不知道怎麼樣向他開口呢 如果是抽到權杖三的你 我會建議就好好想一想 自己要的感情是什麼樣的狀態 或者是你的人生規劃 那不如就可以找他出來好好討論 看看彼此是不是可以再繼續增溫下去 那如果是抽到第二張錢壁五的夥伴呢 錢壁五的夥伴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張牌 他所顯示的這兩個人 有沒有發現他們兩個人 在冰天雪地上行走呢 我想你們兩個人相處 其實周遭好的人可能親人朋友都不是很贊成 也會認為你們兩個不應該在一起 但是想一想 雖然眼前的人不是最好的 或許也不是最舒服的 但是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們兩個人在一起 是不是都沒有什麼成長呢 雖然沒有什麼成長 但是總是在最緊要的關頭 都能夠互相彼此支持跟鼓勵 如果想要繼續拍拖下去的話 那我會比較建議您是不是可以找個機會 讓彼此看看目前彼此的狀況 或許你們可以彼此定一個你們可以共同追求的目標 或是方向 如果還可以繼續往一個共同目標去努力 能夠讓彼此豐富成長 那我想繼續拍拖下去 是還是蠻可惜的 畢竟你們這樣子的一個革命情懷 然後相互彼此的方式 至少在情感這部分不會感覺到孤寂 抽到第三張前B6的夥伴 目前能夠在一起 其實我也覺得蠻壓抑的 在你們內心深處應該還是很看重這一段關係 那為什麼你們沒有走到結婚呢 或者是沒有更進一步呢 其實現在你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這個題目 然後還有解這張牌的時候 讓我想到一首歌 周惠的約定 在約定這首歌呢 其實也有提到一個不錯的價值觀 雖然很理性很現實的 你可能會覺得愛情應該是要對等 但是如果說用周惠的這首歌來去看呢 有時候傻傻的愛也是一種美 在感情之中讓你難過 或者是說讓雙方不願再提的東西 那就是不要再提 如果說你們接下來還要不要拍拖下去 那很簡單 就是去看不要去計較誰付出的多 彼此的價值觀是不是差距很大 如果說兩個人能夠在一起 真實的去做快樂的自己 那你也能夠去照顧自己 或許在雙方彼此之間的關係 你就可以去感受到愛 最後一張是聖杯六 聖杯六的話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將自己所栽種的美麗的花朵 分享給另外一個人 我只盡得付出的愛與關係 是你現在目前選擇維持這段關係的方式 所以呢如果抽到這一張牌的 我相信其實你們的愛情還是會繼續排座下去 但是呢愛與相愛呢不單單只是行動 更重要的是你們雙方彼此各自心裡的感受 如果目前的關係雖然能夠長長久久 那你有時在你內心是不是會感覺到有些孤單嗎 如果有的話 何不不單單只是出來吃個飯 或者只是出來看個電影 或者只是待在客廳 共同看了同一個聯繫劇 或者是彼此各自的滑手機 試著讓彼此針對你們自己的關係 來去做一個更深度的一個聊聊吧 以目前來講 如果說抽到這張牌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你 用說的方式來取代 你目前付出愛的一個行動 或許可以讓你們彼此的關係更能清晰 那你也可以更知道說 你所付出的是不是對方所需要的 或者是對方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那在這七夕之前 也祝拼下所有情人重成見屬 也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遇到對的人 在對的時候 然後可以彼此感情更加神溫 那也請各位繼續訂閱我們的塔羅物語 那就要訂閱我們的微風的旅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沒問題 那謝謝 謝謝 謝謝